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顏值 究竟顏值是否重要,我很坦白講,顏值是非常之重要 這是事實來的,但是顏值其實是會隨著你個人的年齡增長 而是會上游深生,可能有一句說話說 三十歲以前的樣貌就是父母親給你 三十歲以後就是自己賦予給自己 三十歲之前很多人有負任,有些是父母家庭 有些是貧富家庭,貧富家庭一定是苦苦 所以一定有些憂傷的神情,或者不好的營養 令到他的身形、骨骼、樣貌裏面反映出來 沒有那些有錢人家那些,有那份自信、傲氣 一定是有分野 但是這個會是三十歲之前 但是三十歲之後,隨著他的生活習慣不同了之後 就會慢慢不同 有些人檢點一點,他的身形會保持得好 跟著那個儀容,又會注重一點的時候 就會令到好 其實也都反映了一個相,如果你是奸狡的 就是習慣了動人的 根本你會說話,你是不會看著人的眼 鬼鬼祟祟,形成了習慣的時候 雖然你的樣子是好 但是你的那個相、神情 會令到你變了臉 跟著可能你賭得多的時候 整個樣子都會變 跟著你又尖尖的人,痴痴痴痴 就會變成一個福州嘴 妙嘴妙蝕 這些東西就知厚了 或者你是有些控制狂 就經常有個豁闊,整個口道 那不同人呢,去到後期 有不同的相貌就出來了 就好像老夫子畫那些漫畫一樣 八婆又八婆樣 黑人爭的死妃仔又有死妃仔的樣子 就出來了 那麼,年輕硬直高那些 一定機會是多 這些是無可否認的 就是我請個員工 或者去面試的時候 那個主管都想請一個 試試正正的人出來 這個很正常 就等於唱歌一樣 你唱歌大家同樣是百分的水準 那一定是找一個帥仔、帥女 去唱歌,捧他做歌星 反過來,相貌平庸一定是放在耳邊 沒有辦法 因為說的是一個感情的投射 有個女藍歌聲張國榮 在你的耳邊嘔嘔嘔 你一定會覺得他好聽 根本是在追求女兒 如果你整一個人會會所所 你好像尹光 就算你唱歌比張國榮都好 你都覺得是一個 你不會投射得到 你會跟他拍拖 這就是那個感覺 這就是現實 那些人問我 為甚麼看外表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是一個感情的投射 Maria Cordero 你不會找她做你女朋友 就算她唱歌很好聽 在你耳邊嘔嘔都好 你不會覺得是抱著她 但是反過來 周慧敏、楊彩妮 就算唱得不好 在你耳邊唱歌 當時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她好啊 因為是女神 這些就是笑男 投射 就是這麼有趣的東西 硬直不好 不代表她沒有機會 因為剛才說了 當她過了一段年齡 年份的時候 相又有心身 好像余墓年 做得善事多 你會覺得她越老是越漂亮的 很有趣的 關谷嬰那些 你看之後會是順眼了 世界上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年輕是可以 然後去到後期 就脫皮脫骨了 亦都有 今天想說的顏值就到這裏 有甚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